大家好 又是游清源 和大家見面的時間 大家看到有沒有叮一聲 背景又好像不同了 主要原因是 小弟這兩天不在台北 去了另一個地方 因為我太太和我太助 和我補足我的登錄小典 小弟已經登錄了 4月25日已經登錄 原本想著和小弟慶祝一下 不過因為我太太也和大家說過 隔離後很不幸 就會扭到腳 現在好很多才能補數 也很感謝他 解釋一下 這兩天也會如此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很厲害 今天要說一宗流亡新聞 因為昨天有一宗新聞 未必有很多人很懷疑 但其實是很懇大的事 今天也有新聞 今天又傳陳國基特首辦主任 很有機會贏鄧炳強和曾國偉做政務司司長 很多人很奇怪 又是紀律部隊 又是入境處處長 跟曾國偉一樣 都是武官 大家不要誤會 還有找他做 李家超的盤書跟當年 五年前 林鄭就一樣 找張建宗 因為這個人一定是武漢 一定是做不到特首 所以找他最安全 被淹了的儲君 不過這不是今天想說的事 不過是順便提 今天封傳政務司司長 陳國基不是鄧炳強 不是曾國偉 不過很難說 現在搞得如何 而且尤其是鄧炳強 七歲大把世界 外面的世界叫什麼大把世界 五年後到他了 是不是 今天就跟大家說 我覺得很多人都可能走漏眼的新聞 但就牽涉到 陳陳超未必可以做得很久 頂籠也是做五年 頂籠是做一屆而已 2027年的特首 絕大機會是另有其人 而且阿爺 中央可能已經部署了 起碼是部署營 對嗎 總之是這宗新聞 可以說是變相預告 沙陳超 很大可能頂籠子可以做一屆 甚至做不完 破紀錄也不奇怪 不過應該不會的 不過一屆 而2027年的特首 阿爺恐怕已經有心水人選 各位這段新聞就是 昨日 可能你們也沒有猶豫 昨日 政府宣布毀任 剛退休的警隊二路元帥 即是副警務處署長 這裏叫郭壹樹的人 千止犯法與借民同罪 不過又要吵頭 郭壹樹做公務員學院的第一任院長 7月5日就離新了 政府委任警隊二路元帥 做公務員學院的第一任院長 當然很大機會不是林鄭的意思 很大機會就是阿爺的意思 以至是所謂的李家超新任特首的意思 是後任特首的意思 而且根據李家超 都是長年做CID的 即是他叫老閘 行老閘 一出意見 夏威威在招搖過市 扮了威的那種 靈靜 那裏內裏有甚麼東西 新發政令出來的那些 就是那一種 長年都是做這件事 那這件事有甚麼解讀呢 他委任郭壹樹警隊二路元帥做公務員 學院的第一任院長 這意味著全港十九幾萬公務員 竟然AO 現任AO或前任AO去做 即是最天子門生 竟然找警察去做 相對來說在公務員裏面是最差的 所謂的偉俊仔 AO也有很多人比他們好 即是怎樣說呢 取法扶下 第一就是很沒面子 第二就是十九幾萬公務員 都要接受軍法統治 因為這些人最重視紀律 要有紀律 而且最多是這些紀律部隊 最多是黨員 地下黨員 甚麼都好 總之好好朋友 或者掩紅了 那這班人自然就 要找郭壹樹去做 自然就是要做黨校的事 亦都意味著香港更加是 即是國安治港 國安治港 不過由郭壹樹這個警隊裡面 被視為能文能武 即是由做CID 能文大家少得少知道 他CID頭之外呢 就是學霸來的 很厲害的 他做公務員學院的軟 看的call也挺厲害的 他雖然是poly畢業 但之後就厲害了 因為他有 有雙碩士 很可怕 雙碩士 是學霸來的 甚麼雙碩士呢 首先就是在哈佛 不是哈爾濱佛的 但真的是哈佛 即美國哈佛學院 那個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即金賴迪管學院 即胡蘇貞 布泰貞 都是讀書的 拿了個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他也是拿了公共行政碩士 甚麼第一個碩士 第二個碩士 就威風了 第二個碩士 他就在英國倫敦大學的 King's College 即國王學院的 國際安全及戰略碩士 雙碩士 是學霸來的 起碼比鄧炳強 說現在鄧炳強是 鄧炳強都是中大 中大中大 那真的是學霸 英文的聲音 好像說 最初是做 空少爺 空中少爺出身 真是搞事 又高大 所以那時候 應該是他做警務處處長 不過是輸了給PK 那現在 跟李家超一樣 真是一個屈尾十 做回你的頭 都還可以 成功了 那 不過怎麼說也好 找這個學霸來做院長 最重要的訊息是 中共變相公開表明 即不是學霸那麼簡單 他很大機會 是 黨員來的 那一陣子大家就會 明白的了 小弟會和大家拆解的了 那他找得他來做 其實是指出一件事 告訴全香港人 香港公務員學院 其實就是香港黨校 即是等於中共中央黨校的黨校 而根據中共過去十幾年的往績 做過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人 通常都很肯意上位 甚至沒有做到最高領導人 都可以 好像胡錦濤 也做過黨校長 習近平也做過黨校長 還有曾慶紅 即是江澤民時代 到現在都很大影響力 江澤民時代 真正的No.2 就不是朱鎔基 是曾慶紅 曾慶紅才是紅二代的大哥 那時候 以致陳希 陳希 他就是習近平在福建時候的王子兄弟 屬於福建幫的大哥級人 很大機會都入到 中共二十大的時候 入到政治局常委 也是做過黨校校長 也是很厲害的 還有很多例子 包括華國鋒 各路人物 毛澤東 劉少奇 當然也做過 基於香港已經被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裡面 以致香港已經被納入 國家治理體系裡面 自然就要跟隨內地的規矩 做事 現在也不用說 畫公仔畫出豬大腸 實際就是這樣 市民香港公務員學院 又怎麽可能不是黨校呢 那郭蔭樹又怎麽可能上不了位呢 如果看看中共中央黨校的人 每個人都這樣做 最高領導人 按比例 在大陸的中共中央黨校 做過校長 有機會做最高領導人 或者是No.2 No.3 那郭蔭樹五年之後 起碼都在而忘冠 在而忘冠 在而忘一 起碼有機會 上位做到常委 上位那隻 即是做政藝政務司司長 那隻的了嘛 是不是 你這樣看 玩玩玩手 做特首都可以 五年後 剛才說過 國蔭樹英文 鱉鱉鱉鱉鱉的 普通話都很好 總之是一個 能文能武的人 在警察中比较少 亦在香港的公务员体中 始终是拥抱A.O文化 始终是拥抱Miratokasim 即是聪明人政治 要聪明一点才行 你看现在李家超 人家觉得台冠材的一副失礼死人 不是那一副 所以郭荫书行情是汉匠 以他的科研和CV 亦比PK等很多好 刚才说过 有名牌大学哈佛和King's College 的商用碩士 亦很重要 跟PK等一样 应该同期 早已去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 深吵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非同小可 一般人不懂就以为没什么 以为跟金乃迪政府学院一样 读过公共行政碩士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真是太天真太傻 真是太傻 为什麽呢 因为国家行政学院 和中共中央党校 如果内地属于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即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即是什麽意思呢 像以前 这个 这个 什么 最推推都是很多这些 或者那些 名牌 都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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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emiyaki 有个 什么 Police Pete 那些 很多这些 都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就是这样 即是什麽意思呢 即是这个 国家行政学院 即是党校 党校即是国家行政学院 那些 那些 真的连盲都看得出 郭任树 和PK等 都极有可能 已经进了党 一个是709394 一个是 不死9413 即是那种 可能是这种偏好 当然啦 除了郭任树 PK等 还是叫劫的 PK等 都是阿爷 看高一线 2027年的特首人选 毕竟 PK等 真的在 反送中 不是 反送中 是 在这个 雨伞运动 开始的了 雨伞运动 和反送中运动 都立过不少 汉马攻陆 即是镇压那方面 當然 你猜推动 而最重要的是 日前 当今圣上 接见这个 沙尘超的时候 当然 沙尘超看到 圣上 就是阿超仔 是吧 是鱼仔超 拋出了一个 四字真言 就是什么呢 就是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当然前面一句 就是培家珍惜 但不要紧 最重要是说 长期坚持 这四个字 当今圣上 表面上是说 被完善的 选举制度 要长期坚持 这三个选举制度 即是选委会 选举 立法会选举 和特首选举 这三个选举 这三个选举很贵民主 全过程民主 真是厉害 西方都不够我们 那么厉害的 但是实际上 你以为是 长期坚持 身色民主 当然不是 但实际上 在讲公压统治 所以真正的意思 长期坚持 整个字 八个字 就是长期坚持公压统治 那就明白了 如果你这样也不明白 就没办法了 那你真是乖乖乖做顺民 既然是这样 长期坚持公压统治 那自然长期都要靠 变相做军佬的差佬 你要高压统治 除非是解放军 但不是很方便出来的 虽然可以做乔庄 你看过克兰战争也好 克里米亚战争也好 你总是允许被人献 bad 例えば 警察都将警察做军佬 不就是警察 ут differs 而现在警察便身为官擅任 这也是完美的 就那么简单 一定要靠他 因为长期坚持公压统治 那你难以靠那些民官吗 民官毫時要不切開会 使公烈一起公愈 搞得来 整个街边都是任何人 一两个人 現在要消滅於盟牙之事 一兩個人已經被拘捕了 就是這樣 長期的意思 至於長期的意思 不是譚耀宗、人大月陽委說的十年八載 是說當今聖上有生之年 聖上今年69歲 起碼還有十年二十年 起碼以中國藝術的窗戶 或者以偉大祖國的氣功大師多厲害 沒有勝、沒有輸、沒有贏 什麼都有 看過去幾個領導人 鄧小平九十三歲 之前毛澤東都八十三歲 所以起碼以二十年後 當今聖上就八十九歲 難一點 但十幾年怎麼都有 即是說中國在未來十幾年 都要在香港連攬大量的高壓統治人材 即是紀律部隊 首推當然是警察 接著就是剛才說的陳國基之流 即是入境處因為掌握著黑名單 入境處消防就麻煩些 消防時在救火而已 就沒有那麼多這些適合的 海關將來就會飆了 你看到曾國衛的老婆都是海關的 所以一路一路這幾個系統都會來 主要就是警察那邊 就是這樣 而看郭蔭樹和PK等 他們今年都是五十七歲而已 五年之後做特首 都是六十二歲 再做多一屆 現在這陣子都做不到兩屆 再做多一屆 通常都是希望這樣 因為現在要長期堅持高壓統治 那做兩屆都是到七十二歲而已 但相反 李家超 沙陳超就不是了 他家已經破世紀錄 差不多六十五歲就做特首 才做特首 那就是老猛董的時候 都沒有他那麼老 鋪太當然了 到六八九當然了 六八九和六八九很年輕 到林鄭 他是五年前做的 是吧 六十歲做的 五年前是六十歲做的 現在是六十五歲才做的 是吧 那你做一屆 已經七十二歲了 真的老了一點 是吧 加上沙陳超 叫著名字 就叫沙陳超 你叫得這個名字 都知道 是古學仔而已 那他的Cally 都是中學生 中學畢業 和質地 你看他 就是 烏眉欺碎 整包眼淚 那怎麼搞呢 質地都是一般的 是吧 都是旺角隔離 油麻地 那自然 應該更加像是過度性的人物 那最佳座政就是 真是連盲都看得出 那最佳座政就是什麼 喂 很問水 差不多拖到最後一秒 才阿爺 才找他 即是因為各個部位在爭爭爭爭 才找一個叫李家超的人 做特首 根本之前可能沒有太多人認識他 即是中央大院裏面 李克強也好 大大也好 都不認識他 真的很遲 他自己也沒有遺疑 這個已經差不多公開秘密了 你看看那些 就算 假裝了小馬大幫忙 不是假裝了 真正小馬大幫忙 假裝了中立的媒體 什麼什麼01那些 都知道的 那就確認 阿爺 起初根本沒有想過這個人 是沒有想過的 所以覺得這個人 始終都是有些問題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了 要加許 因為聖子就是長期堅持 高壓統治 當然要這些人 所以一定是沒有官當 不用說的 而且正如小弟之前說過 香港已經被納入了 國家治理體系 當然是跟足國家規矩 跟足內地規矩去做事 而香港特首 都是正部級的官員 甚至無可說是封疆大利級 尤其是董建華 曾蔭權年代 是去到中央委員 甚至是政治局委員的等級 在這樣的情況 一般可以做到65歲退休 即是現在李家超都應該退休 不過當然 他現在還未夠65歲 到年尾才才65歲 勉強可以搬車邊做到 但也很難再繼續去 頂龍也是做到68歲 當然有例外 但就算王岐山 過了70歲 他做了一屆政治局常委 尤其是做政法委書記 過了七上八六的規矩 都是鄧小平 他們一班人定學來的 就是甚麼呢 甚麼是七上八六 六十七歲都還可以繼續上位 繼續做這些國家領導人 但如果你到換屆時 六十八歲 就麻煩你下來了 這個叫做七上八下的規矩 似乎都在中國裏面 除了大大可以例外之外 現在還未是例外 當年還未過 接下來當然是例外 但李家超就憑你 這個排車仔很難例外 五年後他已經七十歲 七張東西過了鐘 過了廟夠了鐘 是一鐘有凸的那隻 就算是跟規矩也好 找藉口也好 叫你下來也是這樣 所以因為基於長期堅持 高壓統治 李家超還是偶運行 但都行幾年 因為現在要儲財 要儲成一大批 可以在未來十幾二十年用 用來做高壓統治的人材 這些一定在警察那裡 以至在入警署 海關那便找 沒有了 因為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大趨勢 大趨勢一定是這樣 沒得說的 總之 各位 由今天開始 請大家多加留意 而郭蔭樹式的人物 或者郭蔭樹和諸如此類的公安物體 或者所謂紀律部隊物體 事關性上真的要長期堅持 高壓統治 那麼這類公安物體 紀律部隊物體 肯定就會好像 坐著撕殺列車一樣 一斜一斜又一斜 你說我說 總之 小心 大家 看路 小子看路 嘗嘗是口頭善 好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繼續堅持 多謝大家 好 拜拜